走进烟台扬马岛 感受精品银肃的文化创意 观赏一岛三滩的美轮美化 每天就感觉它都是实施在变化的 你每一刻你看它 你都感觉它不一样 它也很美 在北海维州岛 了解冬暖夏凉的珊瑚石房屋 这个是珊瑚的碎屑 前百年的一层一层的沉浸下来 登上国产超级游艇 感受中国制造的蓬勃发展 这个船的建造 是按照20年的使用期限来制造的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我家那片海 面朝大海 向海而生 正在播出 东无严寒 夏无酷暑 因为大海 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圣地 有浪无声 有鱼无星 凉而又爽 这是叶盛桃先生对烟台的评价 夏日的烟台 微风吹拂 海风清环 人们一起涌向海边 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 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 位于烟台市牧平区的阳马岛 是广受人们喜爱的滨海旅游目的地 它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打卡 这一片应该叫什么区域 这是黑泥台 然后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岛上的一个特色 然后我们岛上是有着一岛三滩的 就非常神奇的一个自然景观 现在我们带的这个就是黑泥台 因为它这个泥就是特别的黑 然后营养也非常丰富 在里边就可以捡小螃蟹 贝壳之类的 阳马岛的一岛三滩 是指岛上有三种不同的海滩 岛厚水遼阔 礁石丛生 被称为礁石滩 岛前的东部是平缓细腻的海滨浴场 被誉为金沙滩 而岛前的西部每当潮水退落 一片乌游游的泥滩就会显露出来 因而这里被人们称为黑泥滩 此时下逢是农历石榴退大潮的日子 我们看到黑泥滩上港海的人们熙熙攘攘 场面非常壮观 叔叔 你在挖什么 我刺 刺是什么 刺刀 我能拿看看吗 可以 是这样的 长长的 这么大 大大的 瓷格也被称为花格 是一种长圆形的软体动物 在中国南北沿海 具有分布 它生活在潜海的泥沙中 四季饥渴捕捕捞 是最常见的海鲜食品之一 瓷格贝壳的颜色 可随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我们看到黑沙滩中的瓷格 呈现出黑灰的颜色 我看您这个拿这么大的铁线 是因为挖这种大的蛤蜊 要深一些吗 这得挖得多深 你看我挖 我看看您怎么 挖着了 还真是 个个都长这么大 你抓它紧张了 都滋水了 殷城里是羊妈岛人 从小就在这里看看 他说 黑沙滩中的瓷格 虽然密度很大 但挖瓷格也讲究一些技巧 瓷格喜欢聚聚在一起 所以要找准最集中的区域来挖 记者越于浴室也要尝试一下 我这个深度行不行 不行 再深点 一天你挖不到一个 一天就挖不到一个 我感觉这儿有一个 焦图 你看我挖着 叔叔都不在看我的 他说一看你这架势就挖不着 这我是挖得不够深吗 你不正业 不正业 那怎么您就能挖着 我就挖不着啊 那这个事 你叫这个别问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有好师傅 还是可以有好收获的 就在你马上要失去希望的一瞬间 就可以得到收获了 一定要坚持 离开黑沙滩 记者沿着环岛公路 来到位于后海的礁石滩 礁石滩上怪石林寻 层次交错 从这里几目远眺 波光林林 海天一色 是观赏日出日落的好地方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羊马岛 大家没有想到羊马岛的风光非常好 对啊 整个岛有多大 整个岛大约是10.67平方公里 东西是7.5公里 南北1.5公里 对 所以它是细长细长的一个 现在我们走在的这个位置 就是岛的最东短 对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后海景区的一个起点 然后它也是我们后海交水滩公园的一个起点 所以这个也是游客来的 必打卡的一个网红的景点 羊马岛位于烟塔以东30公里的黄海之中 它距离陆地最近处仅1.5公里 岛岸线长17.23公里 羊马岛地形狭长 岛上有一条山脉横管东西 地势上北部陡峭 南部平缓 地貌以丘陵为主 羊马岛的文化地域非常深厚 传说当年秦始皇御驾东旬 前往烟塔之府山 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途经一个水草丰美的小岛 它下令在岛上羊马驯马 这就是羊马岛名字的由来 那像以前的时候 岛上的人都靠什么来生活呢 出海呀 海水养殖呀 外出打工 对 因为我们岛上从1985年 就全面设计了推荣还林 是岛上是没有耕地的 所以很多都是靠出海 出海打鱼为生 羊马岛自古有人居住 现有八个村庄 总人口将近八千人 以前岛上的人进出都靠乘船 1979年修起了连接陆地的长堤公路 进出方便了许多 2004年 羊马岛跨海大桥进攻通车 这座全长1870米的大桥 把羊马岛与慕平区的 宁海镇连接在一起 交通的改善 促进了羊马岛旅游业的形容 2019年游客达到了500多万人 旅游业不仅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 巨大的商机 也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 我们走进交实堂里家网红民宿 经理接打了我们 当时怎么想的 在这开了这样一个店 我们公司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公司是 从16年就开始做民宿 烟台第一家民宿 花园里民宿就是我们做的 后来的话就是 又做了第二家第三家 现在的话是遍布整个海岸线 海岛日记的话 是我们在2019年 做的第四家家 翟月江告诉记者 他们是一家 以经营连锁民宿为主业的公司 因为看好羊马岛一人的景色 在2018年租建了这栋 闲置的老房子 把它改造成了民宿 翟月江说 他们的设计理念 是要突出海岛生活的 画面感和幸福感 整栋楼房共11间客房 既要让每个房间都能关海 还要保证隐私 让客人有宁静平和的 归家质感 直在门口就想发出惊叹了 这个小房间好漂亮啊 像是在这个海边的 一个玻璃房子一样 非常地美 非常地美 我们可以走到这边上来 这个房间里就可以 看日出和日落 我觉得这个位置特别特别好 就完全无遮挡 而且做了这种高高的玻璃窗 把窗外这种最美的景致 都留在这儿了 对对对 翟月江说 他们希望入住这里的客人 能感受到大海的包容与辽阔 在与自然的对话中 反空自我 然后再次出发 在三楼的平台上 还是有一个观景鞦韆 周围的墙壁 成为了人们的留言板 给大家念一条 时间会告诉我们 简单地喜欢最长远 这是2021年4月8号留的 这么长时间 你们有没有在这个墙上也发现 让你们特别感动的话 我感觉都挺感动的 是不是 好多其实你包括是像这样的 对吧 能写出来本身就是 对吧 就证明他可能非常开心 我一定要再来 就像许了一个愿望一样 2020年 这里的入住率一度达到95%以上 简单将说 他们的民宿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首先得益于羊马岛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还有岛上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 这下面像螃蟹啊 甚至海胆都有 海胆对水质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了 就这边我赶海都捡到过海胆 像一些什么螃蟹 什么海参还有的事 都特别丰富 简单将说 很多人是看了短视频后 怀着对烟台的向往来住他们的民宿 他们今后的目标 是将民宿打造成烟台的对外名片 通过民宿将烟台生活的幸福感 传递给世界 在北海维州岛了解冬暖夏凉的珊瑚石房屋 这个是珊瑚的碎屑 前百年的一层一层的沉浸下来 去三亚西岛 参观有着年代传承厚重感的珊瑚石砖 就地起财 就去海边 然后把这个珊瑚石 拿回来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我家那片海 面朝大海 向海而生 正在播出 浩瀚的大海 给予人们丰富的宝藏 也给予人们一个个蓝色的梦想 蓝天白云 碧海清澈 海面上宇宙荡漾 岸上绿椅葱龙 一排悠然自得的海岛夏日风光 这里就是广西北海的维州岛 维州岛北林北海 东往雷州半岛 南与海南岛隔海相望 向西面向越南 面积约25平方千米 是广西最大的海岛 以上维州岛 我们就看到了帆船 快艇 碧蓝的海水 洁白的沙滩 还有我们现在走过的 弯弯曲曲非常漂亮的沿海公路 但我们感觉现在维州岛上既风景宜人又生活惬意 码头上酒馆 饭馆 商店 租车点应有尽有 这里是小岛慢生活的集中地 听当地人说 为保护维州岛圣态环境 2018年起 这里全面禁止运输新增燃油机动车上岛 所以租借电动车成为游客们在岛上首选的交通方式 我们和向导约好在一个叫做盛唐村的地方见面 于是我们先租借了一辆电动车去和向导会合 这真的是一次非常特别的拍摄了 骑着小摩托游览维州岛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出行方式特别好 因为用了这样的清洁能源 是既保护了岛上的生态环境 同时也是对海洋生态的一种保护 不得不说现在这个体感太舒服了 这个阳光没有特别的烈 南湾吹来的海风吹到身上 凉凉的特别的舒适 骑行了约二十分钟 我们见到的时间联系好的向导江台乐 江大哥您好 你好 久等了 您是维州岛人 对 维州岛 是这个村的吗 我不是这个村 那为什么要相约在盛唐村见面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盛唐村是目前是维州岛第一大村 在我们这个岛上的 就是整个岛的那个村子里面的经济也是最好的 因为它是因为理由 带动了我们这个村民致富 所以今天我带你们来探观一下 江台乐介绍说 如今圣唐村三千人中 大部分都在从事和旅游相关的行业 还有一部分人依然还在以捕鱼为生 汉代时维州岛属和蒲郡官侠 清代时大量人口迁居岛上 大多是雷州和廉州的客家渔民 如今维州岛上大约有1.8万人口 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像圣唐村一样 岛上人的生活节奏很慢 特别是在修鱼器 岛上人大都出去旅行 或者在家里收手香蕉 试花草 或者是在院子里的吊床上纳凉 新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房子的材质 江谭勒告诉我们 这些房子都是由珊瑚石砌成的 这个是珊瑚的碎屑 海浪把它打上岸 在岸上沉积一层一层 经过千百年的一层一层的沉积下来 它的学名叫珊瑚沉积岩 所以我们看它整个的结构 还是比较有层理的 像自然的珊瑚礁石 是能看到珊瑚的形状的 这个只能看到一些珊瑚碎屑的角 这个就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有珊瑚表面的纹理 对对对 这珊瑚 这是珊瑚的那些汁 对对对 所以它叫珊瑚沉积岩 1867年京政府为增加赋税 从雷州和莲州 将大批克家人迁到维州岛啃荒 交通运输的困难 使得最初来到这里的人们 只能就地取材建造房屋 于是他们发现了沙层之下的珊瑚石 这些金谷珊瑚骨架和贝类藻类等 交集石化而形成的珊瑚石 虽然质地坚硬 但重量较轻 于是他们就成为了当初建造房屋的最佳材料 就是我们现在早上基本上在维州岛的西北面 就是建房子基本上以这种石材为主 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开柴了 就是保护起来了 保护起来了 这是当年还没有这样的规定之前 当地人都是用这样的材料盖房子的 这个石头我们这边就是很透气 凉快 冬暖夏凉 而且屋子里不会太吵 对 很透气 还用吗 这个房子 还在用 有人在家 您好 我们是中央建议 他远方的嘉莱姆组 在陈叔 陈大伯 陈大伯 您家的房子 现在还住在里面 有 人家住在这里面 是您盖的 还是您父亲盖的 就应该在家 自己盖的 石头 石头 石头打的 工资人家 工资人家 自己去打的石头 自己打的 所以石头不要钱 不要钱 在哪里打的 在海边的沙滩 那你在那边打了石头 怎么这么大块的 怎么运回来 用大油 用牛车 钢油用车来拉 拉回来 拍摄时陈沐阳七十三岁 他告诉我们 当初建造房屋时 为了便于运输和累契 珊瑚石被切割成 长六十厘米 宽三十厘米的一个个石块 这样也让房屋更牢固 为什么要做一个 这样的二层的格局 基本上维州岛的老房子 都是一个厅 然后旁边有两个房 所以两边住人 放东西 上面一般都有个阁楼 也是储存的 当地珊瑚石盖的老房子 都是这种格局 陈沐阳说 近些年 富裕起来的很多村民 纷纷将岛上的老房子 进行改建 但是也有很多村民 像他一样 依然愿意住在这种 冬暖夏凉的 珊瑚石老房子里 珊瑚石 见证着维州岛人 创业安居的历史 如今 也随着时代的发展 转化成为文化旅游资源 来自外地的创业者 将闲置的珊瑚石老房作家 改造成民宿接待游客 江泰勒带我们来到了其中的一家 芒果树 还有菠萝蜜 院落中崇鸣鸟叫 果树散落院中 鲜艳的三角梅点缀其中 灰白珊瑚石房 被簇拥在一片绿色之中 一派古朴的田园情调 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民宿的 很漂亮你的民宿 谢谢 吴婷是四川成都人 2015年他来到维州岛旅游 淳朴的村落 种满果树的小院 和半部的珊瑚石房子 深深地吸引了他 于是他从成都辞职 来到了维州岛 租下了两栋残破的珊瑚石老房 把它改造成的维州岛上 第一家珊瑚石房民宿 这个珊瑚石老房 我们的整个的结构都没有改过 就只是把这个瓦顶把它换成混凝土顶 这样结构会安全一些 旁边还粉刷了一些 对对对 这就是珊瑚石的方便 这还是老墙面了 这个看着和我们刚才去的 陈大伯家的那个老房子又很像了 它这个以前就是白的 就是白的 以前是珊瑚石的 就是珊瑚石的 包括我们的窗 它的整个的门洞比例 还有建筑比例很漂亮的 没有必要去做大的改动 其实大体的框架没有变 墙体没有变 格局没有变 整体给人的这种珊瑚石的 房子的感觉也没有变 大学时学习建筑专业的吴廷 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珊瑚石老房 代表了韦州岛的建筑风格 青褐色的珊瑚石砖 有着年代传承的厚重感 也将海岛朴素的美保留了下来 因为每一个地方 它都会就地取材 形成自己一个独有的建筑风格 你看这个珊瑚石 它刚开采出来是新鲜的白白的 然后经过几十年的沉淀 它的表面就产生了青苔 然后青苔有水的时候长出来 然后没有水的时候又枯了 然后就变成这种有黑色的 这种年代感和成代在里面 珊瑚石的房子 是全国各地很少有的 对 得是靠近海边且有珊瑚礁的地方 才能够用珊瑚石再过去盖房子 其次除了材料之外 线条也很美 这些大块的珊瑚石 感觉线条很粗犯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建筑特色 和建筑特点 在保留老房原有结构的基础上 吴廷也进行了更移居的现代化改造 原来的老房为了防台风 只在靠近屋顶的地方开了一扇小窗 造成室内光线不足 为此 吴廷专门在屋顶开了两扇天窗 这样既保证了采光 又尽可能地保留了老房的原貌 走进来看一下 就能看到这两个很漂亮的窗了 这就是你们新家的 对 这两个对着天开的窗 天窗的增加就加大了屋内的采光度 我们现在看屋内整体都是比较明亮的 除了增加天窗外 吴廷更是直接将浴室的屋顶改造成全透明 现如今 虽然珊瑚市已被列为保护资源 禁止开采和建造房屋 但是由老珊瑚市民区改造成的民宿 作为维州岛的标志性元素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入住体验 在维州岛像吴廷家这样的珊瑚市民宿 还有很多家 他们大都将原建筑的珊瑚市保留了下来 用各自的风格 延续着维州岛的特色与魅力 在中国南部的海南省三亚市 同样有一个地方 也拥有着独特魅力的珊瑚房 这里的珊瑚房跟维州岛的珊瑚房 窘然不同 这个地方就是在三亚管辖区内的西岛 西岛距离三亚市区八海里 全称西茂州岛 因为形似在壁波中鼓浪而行的代茂而得名 全岛面积于2.68平方公里 是海南省仅次于大洲岛的第二大岛屿 从三亚市区的萧崎港乘船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 因为迷人的热带海岛风光 1999年西岛就已经开始发展旅游 属于海南岛较早开发的几个岛屿之一 但是在这十多年间 岛上一直有一片区域是不对游客开放的 直到2017年12月 这片神秘的区域才正是开门迎客 这就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渔村 从那时候就开始在这边有人住了是吗 是的 400年前就有居民 他就叫渔民 那时候全岛都是捕鱼为修 这边呢 刚好挖开井的时候有水 他就等于有水的地方就可以生活 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这是岛屿 在这边生活又出去打鱼又方便 所以就长期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人 在海南岛周边的海域上 散布着上百个岛屿 而长期有居民居住的岛屿并不多 西岛的渔村则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 当年因为交通不便 西岛四周的海域又有丰富的珊瑚资源 渔民们就以珊瑚石为建筑材料 建成了独具特色的珊瑚房 村民以前就地起财 就去海边 然后把这个珊瑚石啊 就拿回来 拿回来 然后通过一些岛上红土啊 包括那个贝壳烧的石灰 建起来的一些珊瑚岛房子 以前的房子相对来说比较矮 它主要是还有一个叫防开风 因为我们山亚西岛这边是做环海 所以相对来说盖的比较矮 然后材料也是一个极限 对吧 所以尽量能够做矮一点 就是有点南洋的一种风格在 这里大部分的珊瑚房 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 经过日晒雨林 房屋变成了暗淡的灰褐色 火苍黑色 可是近距离观察 就会发现每块珊瑚 都呈现出不同的基礼 有的是放射状 有的像蜂窝 各有特色 在岛上土生土长的黎醒穴 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珊瑚房中长大 一进到里面来看 整个这个空间就很大了 尤其越到中间 越高 对 越高 它还有一个阁楼 对 那你小的时候 有没有住在这个二层阁楼上 有的 有的 因为阁楼 然后它有一个小木梯 有一个小木梯 我们小时候就特别喜欢 爬来爬去爬来爬去 说抓迷藏啊什么之类 我们都可以爬来爬去 特别好啊 它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西岛的这种老房子 是三进三出 面对房子的左边是主户 就第一个 一般都是大儿子 然后睡在前面 然后右边呢 就是一些厨房 如今仍有4500多位居民 生活在西岛上 大多数人已经搬出的 这些珊瑚房 住进了生活设施 更加完善的现代房屋中 2017年 渔村正式对外开放后 经过修缮 一部分珊瑚房 已改成了展览馆 供游客了解 渔民们过去的生活 走进销补会游艇展 了解海口未来 发展的新业台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游艇 建造业发展的其中一个趋势 登上国产超级游艇 感受中国制造的蓬勃发展 这个船的建造是按照20年的使用期限来制造的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我家那片海 面朝大海 向海而生 正在播出 夜风吹来 诗意盎然 这里就是海南省重要的省会城市海口 海口位于海南岛北部 有着136.23千米长的海岸线 整个城市沿着 穷州海峡南侧的海岸线铺展开来 这里阳光充足 气候宜人 微风吹过 掀起层层海浪 一年四季 都可以乘坐游艇在海上航行 2021年 越方的家系列组 在海口拍摄时 恰逢第一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即将开幕 作为消贝会重要活动之一的游艇展 也在海口国家帆船接地的公共码头 同时举办 在码头的100多个博位上 停靠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参展游艇 陆地上的展位 也正在热闹地进行参展布置 何老师您好 何老师您好 何老师是资深的游艇人 所以您很了解这些游艇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进来看到这些分别是什么游艇 就是在我们后面 这艘是来自于德国的 10英尺的帆船 在这边是来自于意大利的 43英尺的豪华游艇 那一共有多少个国家 多少个品牌参与到这次的游艇展 我们这次游艇展 是总共有来自于12个国家和地区的 56个品牌 然后当中是有107艘 这是三船和游艇都会在我们游艇展展 展会上展出的游艇中 有小型钓鱼艇 商务交集艇 也有豪华型超级游艇 价格从十几万元到上亿元人民币不等 这家澳大利亚品牌的游艇 是由中国湖南的一家工厂进行代工 生产的都是中小型钓鱼艇 这个是放那个钓鱼竿的 因为插那个鱼竿的位置 放那个鱼耳 放鱼耳的 这个就是撒鱼用的 就是扣的那个鱼 上面可以得撒 这个是钓的鱼 放在鱼竿里面 这上面它有一些小的设计 就是表明它的功能 驱航是多少 驱航大概300海里左右 300海里左右 等于是从海口开到三亚 就是中途不需要加油 沿着海岸線 能从海口直接开到三亚 游艇业被誉为漂浮在水上的黄金 能极大带动旅游 游艇维修 游艇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政策中 专门针对游艇产业 公布了多项优惠政策 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的游艇品牌 通过海南这个窗口 来开拓中国市场 眼前的这艘中型游艇 来自意大利的品牌参战商 售价大约六七百万元人民币 它从意大利装载和运输后 直接净由深圳保释区运送到海口 通过自贸港的特殊政策 可以让消费者 节省两百万元的税费 进来也像家一样 是是是 这也有一些 这是厨房 厨房 可以做饭 可以做饭 杀笼 这里有一个桌子 旁边能围坐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船内驾驶台 还有上面一个飞桥驾驶台 对 这个空间还算挺大的 在童子村的这个游艇里面 这空间算挺大 整艘游艇长12米 是陆展区体积最大的游艇 同时它也是一款飞桥游艇 有双层驾驶功能 这个驾驶的地方是放在船上面 叫飞桥 开进游艇码头港池 要停进驳位的时候 就是我们如果是在里面 就是主甲版的这个驾驶舱 很多时候这个视线不好 很多东西不好操作 所以我们在飞桥上呢 就是这个视线好一目了然 如果同时两个都在驾驶的话 会出现充分 不不不 它不可能同时的 这边就是可以切换的 对对对 就在这里 是是是 然后按就一键切换到 可以飞桥驾驶的模式了 对对 除了陆地展群 水面展区的各个部位上 也沾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游艇 在碧蓝大海的硬沉下 这些排列整齐的几百船只 成为了海口海岸一道亮丽的风景 何明辉介绍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游艇产业在欧美国家蓬勃发展起来 并逐渐大众化 特别是在一些沿海地区 甚至像私家车一样普及 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 它几乎是每家每户都会有 比如说小摩托艇 或者是小船 就是一家人周末就 把这个小船就是 扩在自己的汽车后面 或者开到 滨海地区去玩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等于说是 改革开放 以前我们中国国内的汽车很少 那我们现在就是 很多人家都有的汽车 而且当然它会有很豪华很贵的汽车 但是也会很亲民的 所以您觉得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通过这种游艇的方式去前进海洋 对 没错 游艇产业的发展 与国民收入 以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何明辉介绍说 在中国 游艇消费刚刚起步 多用于商务接待和运营 个人消费还比较少 不过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未来十年 中国的游艇业将步入新的阶段 迎来快速增长 以前会是北美洲 会是中东 还有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参展的一些品牌 他们已经告诉我了 大中华区已经成为了他们 仅次于北美洲的 事实上最重要的一个市场 海南自贸港政策发布以后 然后随着海南的发展 我觉得在未来几年 我们中国就会成为了 他们已经看好中国的市场 所以他们这次来我们这里 消博会游艇展 近几年 中国不仅成为了 游艇消费的新兴市场 也成为了一个游艇制造强国 在这次的消博会游艇展参展的 三十多个品牌中 中国品牌多达一半以上 有代表性的其实很多 那我就说一下吧 就比如说后面 就是围杆最高的 那一艘 对那一艘 是 目前亚洲最大的双体帆船 是一艘景龙110 所以是34米左右的 那景龙也是中国生产的 景龙是辽宁葫芦岛的船厂 然后后面还有46米的超级游艇 也是辽宁景龙的 那虽然是法国和荷兰的 游艇设计师 但是这两艘都是在国内生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中国游艇建造业 还有就是我们海南自贸港 发展的其中一个趋势 中国有良好的船舶制造基础 在游艇制造业方面 虽然相较欧美国家 起步时间较晚 但进步速度却很快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整艇制造商 已经达到了80家以上 零配件制造商 也已经超过数百家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自主品牌的中国游艇 也开始在世界市场 展露头角 现在我们要上船了 这艘游艇 已经被海口当地给订购了 未来会为海口旅游业服务 那像这个级别的游艇 在整个海南岛 目前就是一艘 走吧 去了解一下 为了能近距离地感受 中国制造的游艇 我们登上了锦龙号 这艘超级游艇总长46米 船高17米 售价超过1.7亿元 整个生产制造 全部在中国完成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五个国家 能达到同等级别的工艺制造水平 它是通提采用铝合金的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支出呢 对 因为其实大多数小型船舶 它们是用玻璃缸材质制制作的 然后铝合金 是用具环保性和耐用性 就是这个船的建造 是按照20年的使用期限来制造的 然后这个船在设计上面 它是整个外形采用了一个 深V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深V这种设计就是说 要让它行驶的时候 更能保持它的速度 同时它采取了一个 这个船手外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是为了保障在航行的时候 就是它能够就平衡吧 就是说这个更平稳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往里面走 一走进来是这样一个会客的区域 我之前了解到这艘船 未来会服务海口的一些商务和旅游活动 是的 所以这样的区域是必要的 是的 除了会客厅 锦隆号主甲板上书房 主客卧 书庄区域一应俱全 这些在大海的硬沉下 都显得既温馨又浪漫 进入上层甲板后 我们来到了驾驶室 正在驾驶锦隆号的是张公平船长 他开游艇已经有七八年时间了 在他的操控下 锦隆号高速行驶在琼州海峡 平稳自如 看到船正在行驶 想先问一下您 开游艇和开普通的船 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种大的游艇的话 操作起来会方便很多 然后 就是简洁一些 对 然后它的这个仪表设备 还有各种监测的设备 会非常的齐全 会让你非常的省心 比如说它的这个仪表盘 对于这个机舱的一个监控 实时的投射出来 它就会比空的仪表盘的指示 或者是直接给你亮那个机械的故障灯 要方便很多 有什么疑难杂症和问题 可以瞬间找出 上层甲板的户外区域 是一个大型的中餐区 游客可以伴随着 夜风海韵享用美食 现在海面上有很多的这个 大大小小的游艇帆船 已经出海了 今天的阳光很好 我们近处的海呢 淡淡的发着这个金黄色 是光的颜色 远处呢 就是一个渐变有浅变到深蓝的颜色 天空是湛蓝的飘着白云 赵康夫和丈夫成绩超 共同接应着这家游艇服务公司 自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规划公布后 越来越多的商务人士 选择来这里开展业务 这也成为了赵康夫他们 逐渐把事业重心 从陕西转移到海南 并定居海南的动力之一 他们希望通过游艇搭建一个 人们了解海南和自贸港的平台 同时自己的事业 也能借助这股东风有进一步的发展 你怎么看待自贸港的未来 在你心里这是一个怎样的事情 还是分享今天对的镜头 我也想说心里话 改革开放40年到今天 大事全部干成 那么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去建议 因为是规律 就是你回望历史的时候 你不要在那个小事上去纠结 当然了它需要一个过程 任何事物发展有客观规律 就是我讲的 现在就是要准备好自己 拿出来信息和选择 然后拿出来耐心 跟着我们的时代 所以说就可以达到的 因为我们一定是个体 沉定在趋势当中 但是有驱动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深圳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你看好海南自贸港的建设 你认为未来它一定会迅速崛起 带来巨大的经济活力 我们先走出一小步也是可以的 我自认为没有问题 说得特别好 还是我的决定是坚定的 这个时代的大浪潮 总需要一朵朵小浪花 来共同往前推进 你们愿做这一朵小浪花 愿意 面对着迷人的碧海蓝天 眺望着朝起蓬勃的现代海岸 不禁令人回望海南的发展历程 它应改革开放而生 也应改革开放而新 在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航程里 它又以自由贸易港的尝试踏浪前行 未来 这里不仅将成为一个个追梦着的新起点 更加会成为无数建设者奋斗者的新家园 我全力复兴 想与你用为一体 我盛满心中的缝帆 你用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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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里用为一体 你用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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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里用为一体 你用为一体 你用为一体 你用为一体